女人爱你到骨子里才会做这几件犯件的事情,杂心 都说爱情是盲目的,会为了自己心爱的人做这样那样的事 一味地为对方好,甚至失去理智 殊不知很多行为,其实是在加速感情的破裂 女人要会投资,要懂得如何投资 尤其是对一个男人来说 女人这几个表现,对男人来说是最廉价的 只是在作践自己 即使你爱她爱到骨头缝里 她还是一样不会珍惜你 一,经常吧,只要你开心 你说什么我都会答应你的这句话挂在嘴边 千万不要拿这种自己去换她的爱 她若是爱你,你不需要为她做什么 她也会好好珍惜你 若是她不爱你,你为她做再多的事情 都不能拨得她的珍心 这就是成年人的爱情 和你的付出完全不成正比 你也别总拿这句话来换她的爱了 二,宠男人倒没有边界 任何事情都要有个度 尤其是在感情方面 越努力的付出,慢慢就会让男人养成你付出他收获的习惯 习惯你的操心,习惯你的呵护 但这不是爱,而是依赖 当某天你少了点关心呵护 得到的不是男人的关心话语 而是无理的自责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每天给对方两个鸡蛋 当一天你只给了一个,对方不会记得你的好 反而开始计较,为什么少了 但却不想,这本来就是你的东西 这一切都是女人自己捉见自己而造成的 爱是相互,不是单一的付出 三,失去自我 因为爱上男人,于是忘记了从前的自己 这是非常可怕的 男人喜欢的是有个性的你 而不是和其他人一样,盲目顺从的你 如果你因为迎合他而失去了自我 他很快就会对你厌烦,转身离开你 要给男人新鲜感,就要学会欲擒故纵 不能一次把所有的好都给男人 这样他才会珍惜你 四,因为他忘记了自己的事业和爱好 中国女人大多数把找个好男人嫁了 当做摆脱困境的一种方法 当做人生的终极目标 为了他可以放弃所有 所有的一切,以男人为中心 你以为这样的男人会感激你吗 婚姻中没有谁应该怎么样对谁 只有他心甘情愿 两性关系讲究动态平衡 而不是哪一方处于绝对前 处在这种状态的婚姻长久不了 当你失去原本那个自己的时候 小三离你不远了 记得扎爱琳的一句话 遇见你,我变得很低很低 一直滴到尘埃里 但是我的心是欢喜的 并且在那里开出一朵花来 可是多少女子在感情 将自己递到尘埃里 却卑微地看不见自己 将自己的尊严跟踪到别人的心里 到最后不仅没有学会爱别人 更加忘了呵护自己骄傲的心 希望每一位女子 都拥有一份 值得自己挺直腰杆的爱情 学会 然后 谢谢观看